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 你們好 《落報》我不講場又開播了 有我余榮陽和鄭仲暉 是 老師 你好 輝哥 你好 大家好 這一集輝哥建議講講以色列最近 有關的攻擊 被襲等等的情況 我以前覺得我真是很無知 有時跟人聊天 說你的手機 別人有甚麼東西弄一弄 就會令你爆炸 我說不是 怎會這樣 早前九月的時候 發生了全夫機爆炸事件 全夫機是真主黨的成員使用 那次爆炸很慘 死傷加起來有幾千 其中有些傷都傷得很嚴重 是電池爆炸 現在在世界上還在說 有些甚麼令到它爆炸 爆炸起來真的很慘 有些人在看著 嘟嘟嘟的時候爆 爆到臉 眼球等等 有些人在腰間 大家可能都不記得了 澳門以前有些人躲在腰間 或者不怕噁心說 是躲在臀部 這些都傷得很嚴重 我真是想不到發生這樣的事 發生了之後 當然又有報復 那幾個國家其實是很吵架的 以色列我跟阿輝哥說過 以色列立國的時候 也是經由世界的大國 將它一個地方分開兩個國家 但是還是一直有爭執 所佔的面積 以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跟現在就調算了很多 其實隔離分開 一邊就是猶太的國 另外一邊就是阿泰伯的國 以色列立國當日 我們都提過了 已經有很多爭執 幾個國家立刻向它宣戰 包括埃及 敘利亞 還有現在有一個主國的國家 黎巴嫩 黎巴嫩那天已經立刻向它宣戰 近日黎巴嫩和以色列 又打得不清不楚 是以色列去炸黎巴嫩的首都 那個叫貝魯特 我們讀書的時候 都讀過一些關於黎巴嫩的東西 所以都略知一二 黎巴嫩不是很大的型的國家 經濟排得很後 人口也很少 比香港少 以色列轟炸黎巴嫩 又賣了廣告 我們都上載了在Joypost 大家可以看連有什麼發展 盡在BBC 中央社和聯合新聞的報導 另外當然還有伊朗 伊朗和以色列也是世仇的 其中現在美國當然是支持以色列 在聯合國也支持到外面 除了美國支持以色列 現在應得組成聯軍 又準備支持的 世界是立立聯的 我想在以色列 加沙 巴勒斯坦 繼而與黎巴嫩 接著現在到伊朗 剛才尋尾Sir也說 在以色列立國之初 已經有六日戰爭 這個戰爭就是這麼多個 可以說是非猶太教的國家 因為整個中東都是以以色列 教為主 黎巴嫩是超過五成的人信 不論你是信尼教也好 十業派也好 都是屬於伊斯蘭教 所以他們這個戰爭 除了國與國之間的戰爭之外 這個宗教的背景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宗教 俗裔 包括耶路撒冷 是屬於哪裡的聖城 諸如此類 好了 這些問題都有老生常談 大家都知道 但是這次呢 現在講的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戰爭 或者現在耳巴都不講了 大家已經糾纏了很久了 但是講以色列和伊朗 因為在整個中東的 除了沙特阿拉伯之外 沙特阿拉伯 處於一個現在是一個不動的 不會怎樣去幫邊編的狀態 所以變成了伊朗是一個比較強的阿拉伯國家 屬於伊斯蘭教 它發射了很多個導彈去炸以色列 有些講法就說二百多個 有些說成四百 有些說幾百 新聞我看一百八十 我想這個轟炸就看得到一個問題 這個轟炸很多人會覺得 這場火拼大戰一觸即發 但是其實未必一定是 因為它是隔了一個弱淡 大家都是在這裏 是不會是很直接的 所以還有一個人說 或者我們看報道就說 伊朗的軍火是不行的 全部都被 有些被美國的驅逐艦打了下來 有些直接去到以色列的邊 已經是打了下來了 原來最初的攻擊是死了一個人 那個還是巴勒斯坦人 不是以色列的人 這個戰爭要講很多話 但是這場戰爭有一件事 令到大家是對於 包括在最近的烏克蘭和俄國的戰爭 還有他們在當地發生的就是 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戰爭 現在巴勒斯坦是在看東西的 完全是跟我們看這兩場很近期的戰爭 是完全顛覆了 因為現在這個戰爭似乎 咦 大家看看 好像不是飛機大炮 坦克車的 是用一個斬首行動 這個斬首行動 其實大家現在知道 他們的潛伏在敵方的耐性 是在說二十年以上 這件事 我想世界上 大家的縮敵是在上世紀四十年代開始的 因為他們是敵對 大家公開的這件事 不會說存在是假的 但是他們能夠潛在在 現在主要講以色列 潛在在敵對的國家 它用什麼方法潛伏這麼久呢 二十幾年 現在的數字或者一些資料透露出來 因為這些就是它斬首行動 它斬首行動的最主要的 所謂他們的裡面的組成部分 就是他們有很準確的內部消息 即是間諜得到回來的資料 所以就變了 包括這些人開會 他們在地下的防空地方 他們都可以下一些炸彈 能夠準確地去斬首 這是很恐怖的 這個BB機 已經大家覺得已經是難以相信的 像電影的橋段 是的 跟著現在的斬首行動 而且斬首的都是敵對國家最高級 這些人 你除了卡梅內伊之外 你現在每一個 就算伊朗上一次 就是剛剛被他炸死這個總統 你說是不是被他炸死 當然他沒有承認 大家會認為這麼巧 好了 所以變成了現在大家這個戰爭 就並非是好像我們看俄烏那樣 不是這樣的 所以這件事情你可以看一下 其實以色列不是很多人口的 雖然說他科技很發達 包括他的財力很豐富 但是畢竟現在起碼有三四個國家 是圍著他打的 現在不論是湖塞組織也好也好也好 那麽跟著你說這個巴勒斯坦的 我覺得你提到這一點 巴勒斯坦是靜觀其變 一等別人砌他 因為巴勒斯坦他主要 都是靠 真是靠伊朗幫手 就是支持的主要 你也記得嗎 巴勒斯坦有些難民 曾經走了去尼巴嫩 都不讓他進入 現在敘利亞也好 現在幾個伊斯蘭國家 是不讓現在戰爭的難民去他那裏 因為我們前幾集都說過 難民去搞當地的政變 所以大家不是說去經濟或者其他問題 是怕你要去那邊搞政變 你說這裡我建議大家看一看 因為我上次幾個月前 講以色列的時候 這個加薩事件 我就特意看了地圖 我也希望大家 我們聽眾朋友 觀眾朋友 看看這個地圖 你就會了解更多了 這次以色列除了在軍事上 或者其他的襲擊上 突擊上是很突出之外 還有一件事就是 內塔尼亞胡在聯合國大會發表的 這個人瘋了 這個發表的言論 這個言論其實他這個人除了好戰之外 還是很攻心計 他除了說我們會打贏 我們不用怕你誰 我們有很充足的武器 很優良的軍隊 他中間用一個心理戰 就是呼籲伊朗的人民 就是他講的說話 我現在就不是打伊朗的人民的 我主要是打你們 就是統治你們那幫 你認為不好的統治者 我和你建立一個革命 這件事我是反思想起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說 譬如我們覺得德國是希特拉發動戰爭 全民都皆兵 但是大家會覺得都可能有部份的 我想是一定有的 因為會對自己的子弟會傷亡的 一定有當地的德國人 當時打仗的時候都是不希望 或者甚至反戰的 他用這種方式 就是令到伊朗內部 可能他們會有一些反戰 甚至反叛 所以內塔利亞胡在這一方面 他是比較少 我們聽見最近 這些政治家說這一類煽動的說話 煽動當地的人民 去反對他 而且將自己現在攻打 攻打伊朗 或者是黎巴嫩哥仲的行為 是合理化了他 他覺得我不是說去侵略你 我是幫你起義 就是還有一個這麼含意 美國撐硬以色列 這不用說了 你看他的聯合國的做法 還有在種種方面的支持 包括軍事方面就知道了 但是幾個國家都跟以色列不合 但是以往他們沒有一個有系統 去聯合在一起 也不是那麼容易控制一些戰略 我看現在 巴勒斯坦暫時是贏家的 因為起碼他不用這麼憂慮以色列 要怎麼對付他 以色列自己都自顧不下 包括他被人襲擊 他又說要怎麼打 比如德克蘭 和貝魯特 他打到貝魯特 這個都很惡毒 因為這是首都 有些國家正在打 但都沒有打到很近 俄羅斯 烏克蘭 進去某個地方 又走回頭 基庫去到了 又走回頭 都沒有到最後 下定決心 一定要你死 或者我活 未到這樣 但是現在 以色列 我覺得情況很混亂 當然 他收集情報 這個不是靠他自己 我想美國會送很多消息給他 但是問題是 你美國送消息也好 其他幾個國家 科技都不是差的 也有很多互通的消息 包括我剛才說 這個全夫基的轟炸事件 這個是很絕的 他能夠這樣 還會不會說 通過其他東西爆炸呢 既然全夫基可以爆炸 這個東西是跟電池有關的 很多人在網上都說的 而且這些人不是普通的人 是很多的通訊社 很多國家都在說 會不會連手機 或者汽車的電池都被你操縱 我覺得已經不足為奇了 連有些大的公司 蘋果都要出來澄清 就說我們的電池不會怎樣怎樣怎樣的 因為他都擔心 你普通的用戶 不用他的時候 是令到他在經濟上 是很大的損失的 你剛才說有一番看法 就是俄烏戰爭不會打到基庫 又不會打到莫斯科 他不是不會 他一點到的跡址 我覺得他還未到死戰 因為那個是戰略 和和這個國家的地域有多寬 面積又大一點 這個就是很大的關係 因為這麼多場大戰 包括法俄大戰 德國和蘇聯的大戰 都是兩個帝國主義 都是輸了給地域 我補充一點 以色列和這個國家打 是有別於日本 以前打的一些國家 包括打中國 以色列 就算你被他贏了 他是沒有本事去管黎巴嫩 他是會令到對方摧殘 目的就是想你死 他沒有想佔你的 因為你 為什麼你說 他們立刻一轟炸就轟炸 貝魯特 因為真的 那個地方比較近 所以他的飛彈都到了 所以現在 當然在聯合國 都很分明有兩派 包括現在比較特別的 就是我們的聯合國的秘書長 都表明 我認為以色列是侵略的 以色列立刻作出一個行動 秘書長 你呢 秘書長 你就不要去我們那裡 我們現在列你成為一個不歡迎的人物 其實聯合國 就是它下面 最重要是聯合國大會 安理會 就是另外一個組織 聯合國大會 是一早已經譴責了意識這幾樣東西的了 至於安理會呢 由於美國行使它的否決權 所以有些事情是做不到出來的 所以現在大家都覺得這個聯合國 包括安理會在內 都是有一些技術性的問題 就是何謂技術性的問題呢 因為五大常任理事國 剛剛這兩場戰爭 就是大家就看得到了 變成了 就是大家都是 就是真的變成了叫做什麼呢 叫做沒有抓鵬奇 為什麼呢 俄會戰爭 就是美國又譴責俄羅斯 但是安理會上面 它國家 因為只要有一個 是不會贊成的說話 它都不可以聯合國派軍去的 反之現在以色列一樣 俄烏戰爭的 當然是俄羅斯反對 是不會派兵去的 那你現在這個戰爭的 美國當然反對 你不可以派兵去對付 或者去怎樣去限制以色列 所以看到這個問題 就變成了 我想安理會 或者聯合國 它在這個世界的維持 和平的力 是現在我們受到質疑的 現在我們想討論 就是這場的衝突 接著會大概怎樣 這個我們可以去估計的 無論準確與否 我們可以估計 你說好像俄烏那樣 這個拖得太長了 我看以色列和幾個鄰國之間的衝突 去到差不多 它是略為又會停下的 因為這麼多年來都是這樣 應該八十年來都是這樣 由它想國之初 是的 是不會搞死 伊朗 它都沒有能力搞死的 但是其它國家 就可能會搞得它很和和妥妥 未必叫做搞死 因為你辣的火頭多 會不會其它的國家 無論是經濟 軍事 或者是民族 又會做一些事情出來呢 因為全夫妻令我大吃一驚 接著我猜 都會有這些奇異的事情出現 因為看到 就是伊朗和以色列是世仇 但是這麼多年 大家都沒有直接去打的 就是那個戰爭 沒有打到要分出 你死我活的 從來都是有些所謂 它支持一些武裝組織 包括哈馬斯也好 珍珠黨也好 胡塞組織也好 就是都是找一些的叫做漏羅 真的 這樣就去騷擾對方 但是在這個巴勒斯坦 這個問題 就是到現在 都解決不了的話 變成這件事就越消 但是我就覺得這樣 我覺得這些事情 又好像以往一樣 我覺得是會一段時間 就會停的 因為你看到 當然有些人說 不是 伊朗還有後著的 可能更厲害的武器 會跟著發 但是我自己相信 有繼續去發這個飛彈 或者去襲擊 但是始終 伊朗或者以色列 兩個不會說真的兵庸相見 去到去侵略對方 最簡單的 你看電信 電信一講講美伊 不只是以色列 美伊 就是讀出來美伊 好 有美國撐腰一天 以色列是不怕會餓死的 但是其他幾個國家經濟已經搞到很不行了 尼巴嫩 它都有產油的 但是經濟就很差了 其實現在很明顯 美國的驅逐艦 已經在這裡幫忙攔截伊朗的飛彈 這個很明顯 但是這個也不出奇的 因為美國一向都是要制裁或者對付伊朗的 所以他跟伊朗國不去攔截飛彈 是預料中事的 但是美國也不怕你那幾個小的國家 包括剛才說的伊朗 黎巴嫩 美國也不怕你們 還有美國也很盯盪 他知道沙特阿拉伯這些是不會動的 這些是很有實力的 那些是碳世界國家 這些是不會跟你打泥漿摔角的 所以我覺得搞來搞去 都是這幾個 就是剛剛我們說的 以色列、黎巴嫩、包括敘利 你現在約旦都少動的 約旦其實是夾在中間 但是他在這場戰爭 當然他會站在伊朗那邊 因為當時的陸球戰爭 約旦那些都是針對以色列的 請繼續留在Joypost的平台 看看我們會引用一些通訊社 說下一步可能會怎樣 多謝輝哥